台长告诉大家 怎么样才能修好佛啊 很简单 老实修心 就是修成佛的根本之道 学佛人一定要老老实实 就是你们这些人啊 贪多呀 现在念礼佛大忏悔文 呱呱呱呱念的啦 把里边菩萨的名字念的快的啦 菩萨刚刚要给你们一加 没我了 这个菩萨刚刚要把手伸出来 又过去了 念的太快了 结果菩萨就通过台长法身 去跟我们的佛友讲 不能念的这么快的呀 因为想一想 过去你们都听过广播吧 报 比方说今天 我们说今天请来很多嘉宾 那些嘉宾等到下面就听人家报呢 对不对呀 我们请来了 某某某 人家还鼓掌呢 某某某还鼓掌 现在菩萨不要你们鼓掌 慢点可以吧 某某某 某某某 菩萨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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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都可以讲吧 现在是 我的妈呀 不要说菩萨不开心 就是你们的师父也不开心啊 以后你们你们见谁啊 我们见卢台长 随便讲了 不可以的 不尊敬啊 你见卢台长 开心了吧 对不对呀 那么我们悉尼的佛友就说了 台长大 礼佛这么长怎么念呢 如果都念得这么慢 一遍要念多少分钟啊 台长告诉你 我已经算念得很快了吧 台长一般是六分钟一遍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念到菩萨名号的时候 慢一点 等念过了之后 再快一点 我总是教你们好的妙法 但是你们真的不能乱念 因为礼佛大忏悔人的能量 大的不得了 那些菩萨都是帮你们来宵夜的 你们对菩萨不尊敬啊 比方说家里请来了八十八尊佛 或者请来了多少佛在家里 说的 人家站起来走了 你必须跑过去 你好欢迎你来 你好欢迎你来 应该这样的呀 你看台长看见你们 我都很毕恭毕敬的 每个人都要看你们一眼 能够给你们眼睛多加持一点 都好的 谢谢大家